我中文還不太好 對不起,請多多指教 我是高雄人 我喜歡台灣 LALA隊的狀況怎麼樣? LALA隊的狀況怎麼樣? LALA練習的狀況怎麼樣呢? 最近在台灣的生活 我幾年前開啟了 我已經準備了很多 所以很期待了 其實在韓國和平衡 我沒有在台湾活動 所以在台湾活動 在台湾活動 在台湾活動 開過段的時候 然後其實很認真準備 那跳完之後又回到韓國 其實要這樣子兩邊兼顧 其實蠻不容易的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小安五月新的棒球的版本 就是他五月之後 會花他比較多的時間在台灣 因為韓吉拉拉隊員 好像最近來的算是蠻多的 自己覺得自己有沒有 就是像剛才講的一些勝負心 我最主要是勝負運動 因為我們在台湾活動 其實其實是在台湾活動 始終跟一場 都在台湾活動 然後開始的時候 就在台湾活動 所以我們在台湾活動 也很多人們 從台湾活動 所以我們在台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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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沒有人 其實如果有關 的話 可能會不會落差 我相信他 雖然他 雖然他生命運很強 雖然剛開始的時候看起來沒有很欲望 但是只要一開始沒有看到 我就是不會放棄的那種類型 那這幾位來台灣發展的韓員 LALA隊 有很多都是同一個公司的學弟妹 所以那就更不可能輸給他們了 首先,我沒有感覺到地震 然後,我沒有感覺到地震 但是,我沒有感覺到地震 LALA很幸運就是剛好在來的前一天發生的地震 然後,我們來的之後 其實沒有真正體驗到 但是同一個公司的 浩真跟明真還有軍中 他們剛好都有體驗到 上一次4月發生的地震 那他們已經驗過之後 感覺有點留下 後遺就是很害怕 只要地震之後有點晃 他們就開始看真的有沒有在晃 那我剛才想要分享這個經歷 對 大家好 我是 我中文還不太好 對不起 請多多去找 我是高雄人 我喜歡台灣 我請每次去治 sö